说苹果改变了台湾的电子业 那么运动休闲风肯定是造就这阵子台湾纺织业 改头换面的重要工程 看看纺织类鼓指数在今年以来频频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这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当中是属于西洋产业的族群 如今股价却是如沐春风 这股所谓的运动休闲风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我们接下来要请马里DJ国际中心的陈琳来告诉大家 好的主播 F-Ledger运动休闲风成了欧美时尚潮流 运动服现在走出健身房外成了名人的穿搭指标 这使得运动品牌大厂Nike Under Armour受惠 第一季买气大增 F-Ledger是结合Ethlick跟Ledger这两个字组合成的新单字 这一类的休闲服饰近来在欧美微微潮流 民众不管去健身还是去逛街 都穿着类似的服饰 今年第一季以美元计价的运动鞋销售年增8% 运动服年增9% NPD Group运动产业分析师Matt Paul表示 这是因为天后寒冷以及复活节提早到来 使得Ethlick的风潮持续盛行 也造就了第一季的运动鞋和运动服的销售夹击 在运动鞋方面 第一季运动品牌龙头Nike持续称霸市场 市占率达到62% 而Sketcher跟Adidas则达成平手 其中男性鞋款以走路鞋买气最旺 经典鞋款和登山鞋也有两位数的成长 但是以往最畅销的跑步鞋则下滑 女性经典鞋款也是买气飙升 至于在运动服饰方面 Nike也稳居龙头 市占率达到13% 第二名是Under Armor 爱迪达排名第三 第一季运动酷的销售大增 运动上衣也成长了11-13% 运动内衣销售也有成长 现在现场交还给主播